所以现在大家都想知道 就是到底有没有所谓柯文哲 收了审刑金提供的不法金流呢 这1500指的是金额呢 还是时间呢 就有人去翻了2022年的11月1号 当天下午柯文哲的行程 就发现他除了和里长座谈之外 还接受了媒体的访问 谈蓝白在县市长的选举如何整合 然后绿媒记者现在就强调说 你看柯文哲就是200%收了钱 问的一是 北检8月30号就在柯文哲家找到 这个USB的硬碟了 当时的法院根本还没开庭啊 北检如果真的有柯文哲收贿的铁证 为什么北院的法官却说 检察官所提的事证 尚有合理的解释空间 让他无保请回呢 然后绿媒为什么把这个资料 压了五天才上读家呢 是花了五天的时间来查证吗 那又是跟哪个检方查证的呢 好了检方有这么重大的证据 不是应该要拿来把柯文哲 扮成贪污罪吗 应该不会选择故意放个消息 给绿媒独家吧 难道他是怎么样 他是在当记者还是当检察官呢 龙介兄怎么看 我们不想去怀疑北检的动机了 那也不要说整个事件出来啊 假如今天司法真的成为 刚刚盛峰老师讲 这个魔戒还喜欢被人家戴 他不是随便给你戴 他为什么不给李盛峰戴 也不给谢龙介戴 他是要给有权力的人戴 让有权力的人他能够用这个魔戒 去做一些比较特殊的工作 所以假如今天司法已经成为 政治打压的工具 然后再配合上特定的媒体 造成是一个产业链 那这个产业链哦 你再抢的人啊 和少年司十八当人出来 就戴不掉了 我跟你讲这个我们很清楚 所以这个力量 为什么当时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他一直讲 他不愿意用司法去做政治真防 我当时是中常委 我们在中常委就很反对 我说今天你会真防在野党 改天你就会政治真防 你同党内跟你不同派系的同志 所以我奉劝民进党 如果你认为有权力的人 他可以这样对付在野党 将来就会对付在你的身上 那你说整个媒体为审先判 政治目的是什么 你目的就是要摧毁 柯文哲的政治能量 你不是要判他有罪 就是先把你的政治能量摧毁 那如果今天柯文哲他有犯罪 我跟你讲 你不必摧毁他 他自然 他如果有做了这些 不应该做的事 自然他的政治能量 就会消弥殆尽 如果没有 那你们先从人格上去摧毁他 那将来到了法院 变成说他是无罪的话 你没办法把他定罪 我跟你讲他会再崛起 所以你看看从控方跟变方的过程当中 交锋的过程 其实我也跟民众党的立委朋友建议过 那今天我看这个状况 他们说我不抗告 就是为了我让你压两个月 然后出来 其实这是不一定对 假如今天你是清白的 我是清白的话 那你现在像今天又借题了 然后我前天问了这个沈董 然后今天借题了彭正森 然后拼 拼图一样 一块一块在拼凑 然后你出来 我问你哪一个部分 然后当事人 我问你柯B怎么样 假如我是柯B 我会行使兼茂钱 我统统不跟你北检 谈论任何一个笔录 我统统不问 我就准备让你压四个月 四个月以后 我到法院 我相信法官 我到法院来争取我的清白 如果你 我是民众党的律师是很强 我是觉得你们应该科批特论一下 假如立件的时候 你要拟定策略 因为现在有这种迹象 就是说从媒体各个角落 各个方向 然后甚至有内线 然后当然我不敢讲是北检 我说一半 我上星期要给他费这个 因为那个两千多万 他怎么给我说 那不是在北检 在新北 我说我给你费这个 就是用ATM存了两千多万那个 所以如果是内线有人刻意跟媒体这样串联 形成一个打击火网 那这个火力一个交叉火网出来 我跟你讲 科幣会受重伤的 就是说将来如果证明你无罪 那你在这段期间那种煎熬 那是不能道的嘛 所以我认为说他跟他的律师应该重新拟定 这一次的证明 因为今天才第六天嘛 假如借题 如果我是清白了 假如这样 我已经给你们拗了 你白白不拨 你不可能再有空间 去跟北检做任何解释 这个解释出来的笔录绝对对你不利 那这样我就不说 我就把所有事情最后到法院讲 然后你这些个别的证人 个别的当事人的笔录到最后 我全部拼出来 我来给法官一一做解释 那不然就对了 你再这样一次给他弄一小块拼图 这一次问你东 明天问你西 就一次一次掉 然后他在 不过这个你也不能怪北检 我办案就是要这样 我办案就是要用尽所有的办法 找出你犯罪的连结跟证据 但这个就是 我想柯P的委任律师 也不是真猜的 也是蛮有功力的 他也办过重大案子 所以针对这一块 如果假如是清白 那我们现在不能讲柯P有罪或没有罪 只能从你我他 我们都没看到 只有特定的记者他看得到 他知道有罪 所以他先判 那我们能够因为这样 我们又跟着做审判吗 不可以这样做 但是友军嘛 总是现在是友军了 我认为柯P要辨别清白 应该要先承论一下 重新拟定战略 我补一句话就好 假如要行使曾末前 这是对的建立的 那我倒干脆彻底一点 曾末不要就结实 这要政治斗争 不就做得更大条 不 这才是清白嘛 你问我干什么 我不要回答 我就结实嘛 我一结实 你真的回两个月内这样 不可 那整个的政治动人量能出来吗 那问题是 你觉得有没有用 这很重要 因为要人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自己很清楚 有没有做过什么 OK